新北市郵頂峰發生 好像是小孩子有的案件 今天是還有三個 高博館在警察局做彼錄 那想法的家長是這期 有家長在四位 富汶就比較一九九來通報 上官員說是不作為 新北市會表示在前十六後 可能四位富汶並沒有接到電情 正式時間是五月十五 在那天就開動緊張囉 檢訪設備的法董第二部 所詞大會幼稜峰四片的 縫頂上人 讓行過後留守教部 請到又在約定西九部院 教案說明 新北市班級摸一個幼稜峰 老師好親像是四個小孩 安眠郵 這件事越冷越大條 看幾個案件 四月底就團出 有家長通報一九九九 教育局五月中 顧客董中台日董日台案件 屬於早期改入規制 還到幼稜峰提早 一星期後提供便宜 党口免費減減 若要請後協調去幼稜峰 提供檢測 為統報告處理 讓我們這期一載拖刷歡迎太慢 四月份完全沒有本案相關的陳情 所以我要這邊要特別陳情 的陳情 正式的就是五月十五號 新北到教長親近會三百會 強調無拖延 結果後雖然客董調查 不過這個公法電腦 給議員一載這期 劉美邦議員四月就已經接到陳情 而且他是公開場合來表達對這件事情的關心 政議不是這間 教育局 齊北晚上也找家長調去團體祖宗 率便會 方向改造一對他的自信 還說沒有對外開放 也讓人批評是在對家長說情 這道反應說 因為涉及到隱私還有相關的情況 所以我們調為個別諮商 強調說是家長有要求經過 考慮這些改變 不過專案 如果像連世 一樣越大條 這間優移所十二開始 就會讓人費稅 使用接著 一樓已經放滿 很多整理好的東西 不過四十二的學生 孩子要安裝安排 神巴士是回應 都可以去連世 優移峰另外一間分數來投採 記者 中學報道